我們身體如果長出腫塊 一定要趕快去看醫生 而且一定要定期追蹤 像是演員劉影商 她前一陣子病逝了 其實你可以看到她病死 之前有乳腺瘤 怎麼會變成惡性的呢 蘇星姐 是 其實資深演員劉影商女士 大家以前如果你喜歡看戲的人 應該都有常常在戲劇中 看到她的身影 她第一次發現她有腫塊 其實是在2021年的時候 那時候2021年5月 她發現這個頁下接性乳房的地方 好像有一個腫塊 那當然腋下發現腫塊 大家會緊張 所以去醫院 那這個醫院當時也做了穿刺檢查 當時認為說 應該是良性的乳腺瘤 那良性的乳腺瘤 那大家看一下 那個時候2021年5月 剛好是這個COVID疫情 算是滿緊張的期間 所以既然是良性的 然後又不是 醫院又這麼緊張 所以先就放著觀察就好了 也就回家了 沒想到短短兩個月之後 她就發現說 怎麼奇怪 不是良性它怎麼長很快 因為剛才江碧一跟兩位醫生 就提到如果說 雖然是良性 但如果它長得非常快 你也要懷疑說 這個東西可能有狀況 所以那個時候再去醫院 醫院才想說長這麼快 那是不是來開刀 沒想到另外一個變數 出現在開刀的時候 一開刀本來想說良性的 然後估計也還好沒有很大 所以就可能橘麻 把它切出來也就好了 沒有想到後來開的時候 才發現比想像中大 那可能要全身麻醉來開 因為麻醉開把它挖出來 才發現整個有5公分以上那麼大 就是非常大之外 化驗發現不是原來想的 這個良性乳腺瘤 竟然是二期的淋巴癌 我說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差這麼多 那於是既然已經知道 是二期的淋巴癌 那當然就開始接受化療 六次化療以後 也好像疾病就控制住了 沒有想到癌症控制住了 卻沒有辦法控制住病毒 她剛好在2022年的 9月8號這一天 她那時候確診 確診發現確診Kovai 那後來也不要 可是她當時雖然確診 可是她覺得症狀沒有很嚴重 整個人都還好 沒有想到她不久之後 居然就在睡夢中吃 所以有時候我們常常在 癌症治得很好 可是很擔心後面的感染 或相關的事情 有時候是更致命的 那除了會長在說 我們剛才講的淋巴 有時候有些人發現 大腸裡面也是常常長 這些有的沒的東西 就像脊肉 那理方文大家知道 它保養得非常好 如果你只看過它本身 就知道皮膚真的超好的 保養非常好 那58歲整個人還是非常曼妙 可是她說她在2021年 健檢的時候 就發現她有大腸息肉 而且有12顆 差不多 12顆真的算慢多了 然後當然發現的息肉 當然都會把它切下來 接下來去檢驗也還好 沒有想到2022年 她就說 左下是不開始悶痛不舒服 那第一時間就去做超音波 超音波發現沒有異狀 沒有異狀想是 但是這樣持續痛也不是辦法 繼續還是做這個大腸鏡 這時候進去 才四隔一年 又長六顆出來 大家想說 你怎麼會這麼會長席肉 是不是發生什麼事 你吃了什麼東西 他說他坦承 他從18歲開始 他就吃外食 因為演藝公眾 你哪有時間自己煮飯 可是他說 雖然他吃外食 但是吃得非常節制 因為他父母 一個有高血壓 一個有糖尿病 他知道說自己有家族病 所以他雖然外食 但所有危機食品 像這種油炸類的高糖類 這些不健康 他是不吃的 可是即使不吃 奇怪了 還是席肉一直長 還是席肉一直長 會不會是跟一些 我們的所謂體質有關 所以這可能也要請教醫師們 真的體質相關 如果這麼愛長該怎麼辦 對 所以我先請教一下吳醫師 這位流影傷 他開始是摸到一顆 結果後來被確診是淋巴癌 淋巴癌這個東西 到底會有什麼症狀 而且我知道淋巴癌 到處身上到處都有 像我們感冒有時候 脖子也會腫一顆 我們當摸到脖子 我們覺得是淋巴癌腫大的時候 什麼時候去看醫生 這個到底怎麼分 變成他是良性還是惡性 是 那其實我們在門診 我們看到淋巴癌腫大 大部分還是都是良性的比較多 因為他其實淋巴癌的腫大 是跟他的病因有相關的 你如果是感染的情況之下 淋巴癌也是會大 當然剩下的那一小部分 就是惡性腫瘤 比如說我之前有一鍋貓 養貓被貓咬到 貓抓著 就一下一顆 像那個小蘋果 蘋果那麼大 痛得要命 人家起來發燒 所以說其實病毒感染 其實是會有一些 淋巴結的腫大 但是我們要小心的 是在這幾個地方摸到的 這個腫塊 那一般來講 比較不痛的淋巴腫塊 反而是比較傷勞精的 反而是會痛的 我們只要找到感染的源頭 然後去治療感染就沒問題 可是反而這些不痛的要小心 那你看我們常見的這七個部位 那耳朵後面的 大部分這沒有什麼特別的構造 大概都是惡性的比較多 淋巴癌 那脖子的這個部分 你看從鼻咽癌 口腔癌 那甚至我有遇過 那個睪丸癌 這麼遠 對 很年輕的淋巴 鎖骨上面的 脖子附近的淋巴腫大 結果我們最後找到源頭 是在睪丸 然後鎖骨上下 左邊跟右邊的鎖骨上下的 淋巴結腫大還不一樣 因為像胃部的話 胃癌的話 比較會發生在左鎖骨上 那如果是肺癌的話 是看腫瘤是在右邊還是左邊 這些都是有可能的 那比如說像是鎖骨上 卵巢癌 淋巴癌 這些中軸生殖細胞的腫瘤 它往上走 大概都會走到這裡 那如果是腋下的部分 那當然就是淋巴癌跟乳癌 那乳癌最多了 乳癌它就是直接 扛咬這個腋下來 好 那屬西部的這個部分 那當然就是比較下端的 跟骨盆腔的病造有關係 比如說子宮頸的部分 軟巢 膏丸 好 那為什麼黑色素瘤 會在屬西部呢 因為黑色素瘤通常是枝端的 從腳趾頭或是腳底的 這個黑色素瘤 你如果沒有早期發現的時候 它癌細胞往上走 它就會先在屬西部的這個地方 產生一個淋巴結腫大 那膝窩的部分 如果是膝蓋的後面 那這個還是屬於淋巴 還會發作的部位 所以說有這些特別的硬塊 一定要去注意到 第一個外型是規則還是不規則 如果外型是不規則 因為它癌細胞有侵犯性 它就會破壞周邊的構造 造成不規則狀 另外我們常常就是講兩個月 兩個月它double了 我常常很明顯你可以感覺到 它大小是在變化的 然後另外就是直徑要大於兩公分 因為它如果是惡性的 它長很快 很快就超過兩公分 你還在想說 我要不要去給醫生看 它就長大了 另外它會跟旁邊的構造黏住 所以它是fixed 它不會動的 然後摸起來硬硬的 那我常常跟病人在講就是說 它的硬度要比橡皮擦還要硬 這麼硬 對 一般我們脂肪瘤摸起來軟軟的 可是還不到那個硬度 大家就想一想 那個橡皮擦的那種硬度 你如果摸到一個地方硬硬的 比橡皮擦還硬 那也要小心可能不是好的 是 其實淋巴結腫瘤 對我們外科來講其實是一個好事 我們常常講說 淋巴結是在保護你的 不管是細菌 不管是癌細胞 我們都不能讓它隨著淋巴的循環 到處亂散 它會被擋在哪裡 就是被擋在你的淋巴結 當這些東西被淋巴結捕捉到的時候 你的淋巴結就會腫起來 所以它實際上是在保護你的 所以我來講說淋巴結對我們來講 要嘛就是良性 要嘛就是惡性 所謂的良性就是感染造成的 所謂的惡性當然就是 癌細胞造成的 其實摸起來其實也滿好分的 當你摸起來很硬 不會動的時候 基本上大部分就跟癌症有相關性的 如果說是像那種感染造成 比如說你感冒怎麼樣 它變大的 它摸起來都會滑來滑去 重點就是 如果你的淋巴結有忽大忽小的話 那就不用擔心 只有感染會有忽大忽小 它癌症就是會一直變大 所以還是很好去分辨 但是你就是要常常去摸 我常常講 如果這個淋巴結腫大 是在你的肚子裡面 你不能摸 可是如果再剝這些 你就是很OK 另外像王醫師 有人息肉一年才割掉 第二年又長怎麼會這樣子 另外息肉也會長在鼻子是不是 對 其實息肉 長息肉它本身就是個體質 息肉是從哪裡 從黏膜長出來叫息肉 所以呼吸道 消化道 然後女生的那個生殖系統 這邊基本上都叫黏膜的地方 只要黏膜就會長息肉 對 息肉就是我們俗稱叫藍珊 它基本上它是有一些刺激它 這塊有時候跟體質有關 也就是大腸息肉 我們最怕大腸息肉 它跟體質有關 就是說有些家族遺傳會這樣子 可是胃裡面也會長息肉 小腸會長息肉 這些其實都會長 其實這個息肉當中 我們不要 剛才主持人提到說鼻子部分 鼻子呼吸道裡面 它如果長息肉的話 它會長在鼻夾的地方 我們鼻子基本上 鼻通道裡面有上鼻夾 下鼻夾 中鼻夾 這三個鼻夾目的是要怎樣 讓你呼吸過去之後 你可以把溫度變得比較適合 然後裡面有鼻毛可以過濾 可是當你本身如果有一些慢性發炎 我們想說這些息肉的產生什麼 是一種慢性的發炎 慢性發炎是我們身體的一種 也算是一種反應機制 你去對抗這些發炎之後 它會產生一個東西 這些東西從黏膜下面開始長之後 它就慢慢就凸起 凸起之後 鼻子的部分 我們在臨床上看到很多人 它鼻夾一長大之後 尤其是下鼻夾 一長大之後 它的呼吸就會不順暢 那時候我們長期 從小時候到長大 有慢性鼻過敏的人 你會看到它怎麼 下鼻夾會腫大 然後它鼻中隔也會彎曲 再過來它的眼圈下面 都會黑色的 為什麼 那個地方就是一直 血液循環不好 這樣的話會造成什麼 它呼吸道就很差 那呼吸道很差 前一陣子我在COVID的時候 遇過有個病人 他其實以前就是鼻子過敏 偶爾會鼻竇炎 可是因為COVID的關係 它那一兩年 它基本上鼻竇炎好幾次 但是鼻竇炎一來的時候 幹嘛 鼻子整個塞住 而且腫脹 然後發燒 光Waterview一照 裡面都是東西 我們只能用強力的抗生素去打 打完之後 照消了之後 它還是一直會再來 怎麼辦 跟大家講 疫情現在比較趨緩 轉轉到大醫院的耳鼻喉科 去把下鼻夾做修整 然後鼻中隔也做修整 然後因為它本來扁桃線也有大 有呼吸中止症 把這個一起處理之後 說實在 它回到狀況之後 現在狀況很好 晚上睡覺 打呼的聲音少了一半以上 所以我們常說很多人會打呼的話 基本上是跟它的呼吸道有關 跟它鼻黏膜有關 跟它下鼻夾肥大有關 跟它扁桃線有關 把這個處理掉 這些可以讓你的呼吸順暢很多 是 有黏膜的地方就會長席肉 沒錯 不管是席肉 或是我們身體這樣結結 其實以中醫來說 跟體質是有關係 中醫會怎麼做調理 說從五官看得出來 中醫有一個叫做望診 望聞問切 其實望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診斷的方式 其實我們的五官 跟我們五臟裡面內部 是有相關聯的 如果說我們看看是在眼睛周圍的問題 就是不只是眼球內 眼睛周圍的問題 我們會直接想到 是不是跟肝臟有關 如果說它出現了像 紅字 黑字 紅斑 黑斑 甚至丁瘡 潰瘍 這些都是認為跟我們的眼睛的話 就跟肝臟會有關 如果是跟在鼻子周圍 鼻子的上下左右的周圍 我們跟肺 呼吸道疾病 肺有關 那可能會氣喘 或者慢性之氣管 如果是跟嘴唇有關 嘴唇有關 這個是跟脾胃的功能 包括我們的胃 包括我們的癌 胃癌 或者是像胰臟癌之類的 但如果是說像舌頭 舌頭的問題 舌頭的話就跟心臟有關 就是我們在中醫裡面 會用這樣的一個歸類 那這個是一個大數據的 一個大數據的一個歸納 當然如果說我們發現這些徵兆 還是可以請教嘉義科的醫師 再做進一步的來檢查 是 我們有茶飲可以做調理嗎 茶飲的話 當然我們要養肝 要退火 我今天來推薦的叫做 舌舌潮養肝茶 就是說舌舌潮 茶 那主要有三位中藥 第一位中藥就是夏枯草 夏枯草這個名字 好像非常有趣 一般的我們的這些 草本類的字物 都到了秋天以後 才會開始哭掉 夏天就哭了 但是這個舌舌潮 有點像鼠尾草那個樣子 但是到了冬至 冬至是什麼時候 大概在6月20左右 就開始就哭了 所以這個一個特殊的名稱叫做夏枯草 所以它可以清乾熱散玉結 就是我們的一些總塊結塊 它會散掉 那第二個是白花蛇蛇草 為什麼叫做白花蛇蛇草 它開的花 那常常尖尖的 有點像那個 那個我們蛇的一個 蛇尖的 對 這個我們在一些點擊上 它證明說它有一些 清熱解毒 洩火 抗異常組織增生 那因為兩個草 煮起來的口感有點帶苦 如果要 因為我們在喝這個養生茶的時候 還是要注意口感 如果太苦 也沒辦法持續 喝不下去 所以我們會加一點甘草 當然我們知道 甘草它本身也有很好的 清熱解毒的一個作用 下午草3克 奢侈草10克 甘草3克 那我們用600CC到1000CC的水 把它熬煮15分鐘之後 放涼來使用 所以這個餐飲介紹給大家 其實生理會生病 有時候跟生理裡面 累積太多毒素 都是有相關的 所以廣告之後 就教你做一道排毒的料理